Lud still stains when the sheets are washed Sex don't sleep when the lights are off Kids are still depressed when you dress them up Syrup is still syrup in a sippy cup He's still dead when you're done with the bottle Of course it's a course that you're keeping the cradle Kids are still depressed when you dress them up Syrup is still syrup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蓝妹 今天这个妆容是一个仿妆 仿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美国小众歌手Melanie Martini 就是粉丝经常管她叫牙牙或者是牙缝妹 因为她有一个牙缝 我也给我自己整了一个牙缝 我非常喜欢她 她所有的歌曲和她的MV 以及包括她的服装造型妆容 简直太对我的胃口了 就是那种暗黑罗莉塔的风格 包括阴阳头的造型就是一半黑 一半是其他颜色的造型 也都是她引领起来的 如果你对她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她的歌 或者是去看一看她的MV 抱不准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呢 如果你们觉得我今天这个牙缝妹的仿妆画的还不错的话 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头皮收藏一条龙服务哦 行了话不多说 开始化妆 go 第一步粉底液蓝后的啊 DO03 均匀的点涂到你的脸上 然后用刷子晕开 最近啊很多人给我发私信 说那个我过气了 然后说同时期的就是跟我一起的那些别大的腐竹啊 都已经长了好多好多粉了 然后我还是这样 宝贵呀 妈的好闺女呀 我不是要过气 我是要厌气的 说不知我哪天就嘎碰一下瘟子了 你老大我跟别人比啥呀 是不是 你看你活的躲得累呀 你说你这一天竟闲吃王八蛋操心的 人家火了也不给你一毛钱 人都弄着不火的 你也不知道打点钱来救急救急我 谁火呀你就看谁去 就想孤独一点 不想太火 我这样能有个2000粉丝就已经很不错了 人要感恩你知道不知道你 然后我今天的这个眼影盘用的是完美日记的这个猫咪小猫盘 有很多人问我说最近经常用的眼影盘是什么 就是我知道你们也很想跟随女明星的步伐 是的没错就是这个 这个是品牌方送的 送了一个猫和送了一个狗 我起初还不是很care这个猫 但是最后发现这个猫啊 真的还挺好用的 配色实在是太日常了 全部都是这种大地色 基本上每一个颜色日常都能用得到 一个都不在浪费的 我看我关注了很多博主 他们拍视频的时候也都在用这一盘 那看来他们的欣赏水平跟我也是差不多的 这些颜色都特别日常 而且闪片也很闪 这玩意儿真就跟老爷们一样 好看不顶用 关键还得实用 如果就是比较日常的眼影盘的话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我今天的眼妆就是汇丝到了我以往的水平 今天要画截断了 就是你们不一定要学 我知道你们也学不会 看看就行了 先用这个深棕色 画出眼窝的也真 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买台 但是那我画完了之后我就不买台了 接下来可以画截断的位置 用一个浅色的遮瑕 我用的是最左 我画了 之后用一个定妆粉来定一下这个甲霜的位置 我用的是Meta Forever的一个粉底 用这个最闪的亮片色 涂中间的位置 眼影然后就差不多了 先上个遮瑕 之后用这个KIKO的修容板 修饰一下我的这个轮廓 因为他们欧美人的那个脸 脸型嘛都是会比较立体一点 给姐妹们透露一下 就是我今年准备有做鼻子的打算 但是我妈就是有点胆小 就是有点不太敢做 不知道大家认为 我有没有要做鼻子的必要 如果觉得我应该做的话 请在三路上打个1 如果觉得我不该做的话 请在三路打2 让我心里有点逼数 我知道这个时候绝对有平常看不惯 我那个小黑粉在弹幕里狂大1 你别让我逮饶你 突然到黑名单见 定妆用的是RCMA的这个三分 就是做鼻子实际上也算是我 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 但是早些年觉得就是 还没有到那种非种不可的地步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啊 就是你年纪变大了 就是对自我的要求也应该有所提高 我觉得自己应该更完美一点 再加上我本来就是怎么说的 本身就是少数群体的人 就是怕老了之后找不着对象 打不了好门 我在思考思考 但如果要整的话 可能年底做 到时候给你拍一个Vlog 分享一下 刷个睫毛膏 我用的是欧莱雅的天堂 眉毛画一下 我用的是艾莉小姑的眉笔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可怜巴巴的感觉 接下来上修容 我用的是Dial的修容盘 我上一个视频拿这个出来用的时候 有一个弹幕给我留言说 这是你的 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吗 你爹给我买的 就不许人家用点贵玩意儿 见不得人是好 下眉毛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长的话 你可以再给它画一遍 涂的腮红 用这个最深的颜色 最后一步就可以补口红了 今天的口红我用的是NYX的05号 然后今天这个妆我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戴个假发换个衣服去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我回来了 怎么样 有没有那个牙味儿 有没有 我为了今天这个妆 还特意买了个鼻环 我还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牙缝儿 还买了一件非常可爱的小裙子 看到我如此辛苦的份上 大家请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对牙缝妹感兴趣的话 请不要忘记支持我们家雅雅的最新专辑K12 买一张婷婷你不会后悔的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